各位朋友大家好 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地步 应该说是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因为过去拜登对北京的态度一直是相当友好的 以至于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川普还给拜登起了一个绰号叫北京拜登 对于北京拜登这个绰号呢 当时大部分人都是肯定的 反对的人并不多 因为确实拜登过去的表现是对北京相当可以说非常的友好 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时候 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他不认为中国会超越美国 说那些担心中国超越美国是太高估了中国 拜登说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 得了吧 他们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坏人 而且呢 在2020年9月就是美国大选的两个月之前 拜登还明确的说 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 是敌人 而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只是重要的竞争者 所以人们就普遍认为呢 假如是拜登当选上台的话 他会对北京采取相当友善的态度 至少啊 他会停止很多川普政府对北京的制裁措施 但令人意外的是拜登上台至今已经过了100天了 但是他没有取消一项川普政府对北京的制裁措施 反而还增加了新的制裁措施 比如在3月18号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之前 拜登政府又增加制裁了北京的24名官员 西方国家有一个百日新政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新政府上台100天是最重要的 他的主要的政策呢 特别是对外政策 将在这个100天内反映出来 拜登的百日新政 没有一项是改善中美关系的政策 所以现在呢 北京对拜登也感到绝望 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换届 是换汤不换药 甚至还认为拜登比川普还坏 北京认为拜登比川普还坏 真是冤枉了拜登嘛 其实拜登还是想搞好中美关系的 但是却是因为习近平的几招烂棋 把拜登是逼到了死角 他不得不对北京越来越强硬 那为什么说呢 因为拜登刚开始对北京是没有什么太大敌意的 他这个敌意是被习近平一步一步给挑发出来的 在一开始习近平就给拜登一个下马威 就迟迟不给他发贺电 就是不给拜登一个搞好中美关系的契机 假如说当时习近平早早给拜登发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 那等于就给拜登搞好中美欢喜做一个铺垫嘛 就可以说让拜登比较容易下台阶来缓和美国和北京的紧张关系 但是习近平一开始就对拜登非常的傲慢 一开始就要给拜登来一个下马威 等于就是说呢 习近平一开始就把这个拜登想要重新搞好中美关系的念头给打掉了一半 虽然说习近平对拜登态度非常的傲慢 还给拜登一个下马威 但是拜登对北京的态度还是相当的客气 在1月20号拜登的就职演讲当中啊 拜登虽然没有说特别提到中美关系 但是一般人都解读为啊 拜登上台之后他要重新来定义中美关系 美国对北京的态度会大大的缓和 可是就在拜登发表总统就职演讲的时候呢 北京外交部发表了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28名前任美国官员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制裁令 等于说给了拜登一个下马威 而且当时北京官媒还口径一进的表示啊 说这次北京制裁美国官员就是给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定下基调定下规矩和底线 其实拜登发表就职演讲不提中美关系 还特别提到习近平就是很给北京面子 但是北京的回应却毫不给北京面子 拜登刚上台就要给拜登一个下马威 就要给他定规矩 这就让拜登进一步打消了要重新搞好中美关系的念头 但尽管这样呢 拜登对北京还是没有放弃信心 就是放弃耐心啊 在1月25号呢 白宫发言人说拜登要用耐心来应对中国 这应该说拜登这样反应啊 还是相当给北京面子的嘛 就是希望北京不要急 拜登表示他会慢慢的来改善中美关系 但是这个拜登十分给北京面子的行动呢 北京的反应却是进一步不给拜登面子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希望美国新政府能够吸取特朗普政府对华筹误政策的教训 北京居然对拜登说教训这样的字 等于说用训人的口吻啊 说是你们要吸取教训 就等于又把和拜登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这个事情 给推到死角里去 因为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拜登还要来改善中美关系 不但没有被北京失放 就是看成是释放善意 反而被北京看成是要吸取过去的错误教训 北京用这种所谓教训人的口吻说 拜登你们要吸取教训 就是让拜登想改善和北京的关系 他这个面子上也拉不下脸来了 不过拜登对北京还是没有翻脸的 在2月5号拜登发表首次外交政策讲话 这次拜登对北京就不那么客气了 他说中国是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但拜登说这句话的时候 还同时给北京留了后路 拜登说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 准备与中国合作 所以在3月18号当时和拜登同意 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举行和北京的一个高层次的中美高层会谈 其实也就是说拜登是准备和北京来谈合作的 也可以说当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准备在这次中美高层会谈中 想要落实一下拜登说的 就是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 准备谈一谈和中国合作的问题 但这一次北京又把拜登释放这个好意给一脚踢翻了 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开场白上 北京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居然是公开 就是当面对美国开骂了 发表说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北京的外交官们在这么庄重的外交场合 如此粗鲁粗暴对待美国 完全就是不给拜登政府一点面子 这一下等于是把拜登给彻底惹怒了 拜登终于和北京翻脸了 所以到了几天之后 3月25号的拜登首场记者会的时候 拜登就说美中关系 就是他已经是给了一个至今以来从来没有的新的定性 就是拜登说美中关系是民主专制的较量 而且还说习近平骨子里面一点民主都没有 拜登把美中关系定义为一个民主和专制的较量 等于就是在政治上宣判美中关系的死刑了 因为一旦美中关系成了民主和专制的较量 那美国就不可能再退让了 那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不可能改善的 也就是说这一次拜登是真的和北京彻底翻脸的 所以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拜登和北京彻底翻脸的过程 其实还是被习近平给倒逼出来 所以说现在北京说是拜登比川普还坏 那真是冤枉拜登了嘛 中美关系走到现在这个地步真不应该怪拜登 那么现在虽然说拜登说中美关系成为一个民主和专制的较量 但是在中美合作的问题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合作空间 就是剩下的合作空间就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 所以美国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也说 美国仍然希望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合作 毕竟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家 如果你要谈到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 是不应该缺少中国的 但问题是现在拜登政府在最后一个 有可能和北京合作的这个气候变化问题上 他也失去了耐心了 从4月1号开始 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 他要访问亚洲三个国家 就是为拜登在4月22号发起主持的这个世界气候工会来做准备 这次气候特使克里访问的亚洲三国 是印度、孟加拉国和阿联酋 但他没有去北京访问 也就是说美国气候特使其实走到中国家门口了 他却避而不进中国的门 这就让人感到相当的意外 因为美国这个拜登的气候变化特使克里 在2月4号他曾经对媒体透露说 他预计不久的将来将与中国的气候变化特使 谢政华来进行会谈 也就是说当初拜登的安排 是要安排尽可能的和北京在气候变化方面 举行一个能够展开一个合作 可以说当时候拜登对在气候变化方面和北京的合作的期待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在3月18号 杨洁篪在美国阿拉斯加当场发飙 就让拜登放弃了最后的一个耐心 就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和北京合作的耐心 几天之后 美国的气候变化特使克里是参加了一个欧盟加拿大和中国主办的第五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 并发表了演讲 但是这一次克里没有和北京的气候变化特使谢政华举行一对一的对话 显然这一次是美国方面主动不想和北京谈 而不是北京不想和美国谈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3月18号到19号那个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结束之后 3月20号北京新华社发一个新闻 说是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上 双方同意两国将成立一个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 这就是北京方面主动放风 西方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和美国进行合作 但美国方面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美中两国的代表团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 是讨论了气候变化的问题 但是并没有成立一个美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组 这也就表现出来呢 北京是想跟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 但是被美国给拒绝了 那么这一次美国的气候变化特使克里 开启对亚洲三国的访问偏偏不去中国 这也就是说呢 在人们期待就是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这个会晤 迟迟都没有发生 现在看来呢 美国和北京在最后一个可能合作的领域 就是全核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 双方也不再可能进行什么合作了 但我们回顾这个问题呢 在气候变化方面呢 其实当初还是拜登很积极想和北京合作的 可是到了现在拜登政府居然主动放弃在这个气候变化问题上和北京合作 由此可见的 这次拜登真是下决心要和北京彻底翻脸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上面说的这些内容 可以看得出来当初拜登对北京是一个相当友好的态度 可以说也没有辜负北京拜登这个绰号 但是拜登上台一百多天来 中美关系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是进一步的恶化 这个事情还真是不应该怪拜登的 川普是在中美关系恶化 那是川普总统造成的 那么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这一次是习近平造成 也就是说现在拜登确实要和习近平彻底翻脸了 连在全球气化变化这个问题上 他都不准备和北京进行合作了 可以说这一切应该说是习近平 他自己把这个战狼外交又要上升到平式外交的结果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